第2123集 这些人是谁啊 居然要争夺万无母其原根 这个要求未免太过了吧 这年头真是什么出奇的事都有 即便这座顶时至宝举世无双 但也没有必要用这样的借口来争吧 琼楼玉语间有很多修士 见到这一幕都感觉有些惊异 低声议论纷纷 他们并不认识这群人 然而叶凡却在醋梅 他并未瞬间否定这些人 因为他想到了一些往事 当初他在北域纵横时 去过狠人的道场 见到过黑黄受困的密土 也出入过吞天魔馆出世的地方 无论是黑黄还是段德 都曾说过一些秘心 狠人一脉却有后人 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年狠人消失 其吞天魔馆便留给了这些后人 但是很可惜 再伟大的传承也有落幕时 狠人一脉 困手北域挤出道场间 直至最后的没落 敏然众人已彻底消失 本是一个伟大的传承 可惜由于各种原因 残酷灭亡 有人说狠人当年杀气太冲 有伤天和 最终祸及到了他的后人 被上苍所诅咒 故此这一脉迅速衰败 也有人说狠人大帝精彩绝眼 击毙过血肉之躯的大成圣灵 更是深入七大禁区 斩杀当中的无上存在 结下了大院 他活着的时候 自然天下设服 万灵聚集 没有一人敢挑战 整片世界都匍匐在他的脚下 称得上古来的独尊 但是他一旦离世 那么结果就不一样了 无论是受上苍庇护 而蜕变出血肉圣灵 还是禁区中的至尊 都会出示报复 破坏其道场 杀其后人 故此 狠人一脉 即便有天工 有吞天管 最终还是败亡了 从世上出名 也就有了后来 断得前去平调 在各种遗迹间寻找 最终挖到吞天盖的事情 叶凡盯着这些人 看着为首的老者 想从他们身上 看出一些什么 如是否修习过吞天魔宫 可并未有所收获 你们是狠人大帝一脉的后人吗 你既然知晓 就叫出万无母气鼎吧 几名年轻的男女回应 面带冷色 众人哗然 这是真的吗 今日所见一切 太过不可思议了 狠人大帝振动古今未来 这是他的后人吗 不可能 庞博用力摇头走入星空 他曾听到过不少 关于大帝的传闻 狠人怎么会有后代呢 你们在撒谎 女帝一生为嫁 姬子月大眼眨动 神色冷了下来 身为女性 对绝艳的狠人 自是钦佩于尊宠 很讨厌这种 为了谋夺兵器而乱语的人 狠人傲视古今 世纪帝尊之后 少数几个被尊为天地的人 难领天地名动天下 到了现在有不少证据 直指那就是狠人 当然 这只是在一段岁月中 被人尊宠的称呼 并不是其真正的地号 但凡大事 但凡大动乱 但凡以一己之力血战天下 震惊古今 开创前人未有之大事记者 都免不了被尊宠为天地 尊称一段时间 叶帆摇头 向众人解释 狠人傲视省 自然看不上任何一个男子 一生未嫁 狠人孤苦伶仃 又是与其哥哥相依为命 可是很快 唯一的亲人 就被羽化神朝带走了 只剩下他自己 曾当过小企儿 四处流浪 后来被某一山村的人养大 他成道后 木然回首 只有心酸 少有快乐 他的后人并非其血脉 就是这个村子的少男少女 将道统留给了他们 众人证然 一时间感慨颇多 而这些 都是断德与黑黄 拼凑起来的历史真相 究竟如何 叶帆也不能说 对与错 狠人一生笼罩着迷雾 后世人难以真正看透 狠人一介繁体 当年被认为太过普通 没有什么修到天赋 羽化神朝根本看不上 想不到 正是因如此 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女帝阵士 神族圣体 你到底还不还 挥发老者的背后 几名年轻人大鹤 神色冷酷 像是真的为寨主一般 讨要自己的东西 已经有些不耐 这么说来 你们就是那个村子的后代 不是说这一脉消失了吗 连吞天魔罐都藏在了黄土中 你们有什么证据 叶帆平静地问道 他可以确定 这些人未曾修吞天魔宫 没有那种契机 庞博冷笑 随便跳出来一个人 说自己是吴史大帝的儿子 是清帝的子嗣 是帝尊的孙子 是不是也可以继承他们的一切 众人哄笑 就是啊 难道有人站出来 说自己是帝尊的孙子 就可以统治我等 整片宇宙 共尊他为至高神了吗 不少人都负匪 很多人则直接大声喊了出来 很是鄙 身为他的后人 自然有些证据 你们来看 说到这里 灰发老者展开一幅画卷 上面刻有一个吞天罐 释放不朽纤维 五芒一缕又一缕的溢出 刺的人睁不开双眼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一幅画卷而已 那个如人形的优美贯体 栩栩如生 像是有生命要走出来 这是一缕缕地微 回眸老者说道 祖先所留下的一幅画卷 还不够吗 在画卷上还有一个女子 云记高婉 庄严肃目 美到绝颠 吞天罐就拖在掌心中 一缕缕乌芒迸发 这让人惊悍 这似乎真的是一位递者所会 在古代 祖先僵士都会立下画像 留给后人瞻仰 魔罐预示着这厨子大帝手笔 显然就是狠人 众人发呆 心中震撼 全都仰望 眸子一顺不顺地盯着 狠人是这个样子吗 据传 后世无人能从一计时刻中 得亏其真容 这是祖先所留 作为证据可否 为首的老者 一双灰色的毛子绽放光彩 叶凡说道 若为狠人后代 为何不去东荒巡吞天罐 反而更在意我的万物母气顶呢 自会去北斗走上一遭 有人答道 叶凡不理会 上前走去避过魔罐的一缕缕乌光 只盯着画中的女子 看了很长时间 天幕不断地流动惊吓 这不是狠人大帝 这个女子没有那等风采 容貌与神韵都不像 我曾在雷劫中见过其朦胧身影 这是后世人所会添加上去的 并列于灌体旁 叶凡郑重道出这一真相 严厉地盯着他们 老嫂冷笑不已 笑话 这怎么会是后人会上去的 魔罐有地位烙印还能有假 不是祖先所留 谁能得到 庞博站出来 真是可笑 不要说你们不是狠人大帝的后代 即便是 也不见得有理由来索取 古来其真一宝何其多 难道被一人得到 日后就不许易主了吗 最可恶的是 你们冒充狠人大帝的后代 太过卑劣了 姬子月也轻斥 至于龙马在这一刻像是断德黑黄 突飞附体 口中唾沫叶横飞 一个又一个道夫从嘴里飞了出来 大声斥责 诅咒 其阴语口水居然化成了道则 蒸蒸作响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喷子 叶横双目发光 盯着这张古卷 他的原天眼与众不同 极其特别 流动出一缕法则 还原真相 这张画卷一下子变了 女子消失 止于吞天魔管 且罐子中若隐若无出现了一个字 缝 叶横当场大贺 什么后人 这分明是狠人大帝风魔所汇的图印 你们多半为一玉骨魔 而今重新出世了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在那画卷上 灌体中果然有一个疯子 一缕缕地微发出 虽然快磨灭了 但是很真实 老者历生喝道 你亵渎我族先祖画像 毁了他的法体图影 射不射 挡住 今日要有个说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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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